第22题 已知这个假校原有1016人 以校原有1028人 寒假期间 假以两校人数变动的原因只有转入跟转出两种 而且转出的人数比1比3 假校比以校1比3 转入的人数比也是1比3 那重点来了 重点是这一句话 寒假结束开学时 寒假结束 转入转出都已经就定位了 假以两校人数相同 等一下要用这句话来列试 则他要问 以校开学时的人数跟原有人数相差多少 相差多少 好 因为呢 转出的人数是1比3 转入的人数也是1比3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假设 转出转出 转出 转出 假校 A人 以校 以校是 假校的三倍 1比3嘛 所以以校是3A人 转出的 那转入呢 也是1比3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假校转入B人 那以校呢 它会转入3B这么多人 好 那有一句话 它说呢 寒假结束开学时 假以两校人数相同 假校原来1016 转出A人-A 转入B人加B 等于以校原来1028 转出3A 减掉3A 转入3B 加上3B 人数相同 所以会相等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整理一下 把1016呢 移到右边 把这个-3A加3B呢 移到左边 最后得到 2A-2B 等于1028 -1016 也就是呢 2A-2B 会等于 12 那表示说 A-B 两边都除以2 A-B 就会等于6 我们算出 我们算出A-B 等于6 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要问的是什么 题目要问的是 以校开学的时候的人数 跟原有人数 相差多少 它只要算开学跟原有 相差多少 就好了 我们现在有A-B等于6 那相差多少呢 以校转出3A 转入3B 那3A-3B 从前面这个式子 我们知道 A-B 既然等于6 所以两边都乘以3 3A-3B 就等于18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3A叫做 转出 扣掉 转入 这个翻成文字的意思叫 转出 比 转入 多 18人 转出 比转入 多18人 跟原来都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变动 没有转入 转出的呢 都不管它 那我们知道 转出的呢 比转入多18人 也就是说 跟原来相比 相差 就是18人 相差 18人 答案选 珠 这个选项